立委林佩祥特地参加由国立海洋大学在walking bar 基隆创业商业空间 举办的台日双方在地创生交流活动 非常欢迎大家善用这个空间进行更好的商业创生交流 而林佩祥也被媒体问到 近来越演越烈的东岸商场争议事件 连数罢免市长谢国良和反制罢免民进党及议员的风声不断 针对这件事 立委林佩祥表示看到Net道歉启示让人不好接受 因为Net也是受害方不需要道歉 而是应该说清楚和大日开发公司之间的合约关系 而不是变成戴罪羔羊打现在这场罢免战 东岸广场这件事我今天看到了Net特地做个道歉启示 但是我觉得这个道歉启示其实非常的让人家不好接受 因为其实从头到尾Net应该要Net自己也是受害方 为什么他也要去道歉 Net应该最主要找的应该是大日 当初大日开发跟他们签的合约到底是怎么回事 甚至那个时候的市政府给他们什么样的承诺 我认为Net在这边要搞清楚一个状况 就是说既然大家都是受害者 不要互相攻击 基隆市政府当初是很有诚意跟Net来去做一定程度的沟通的 但是我知道的状况是Net可能他们的主战律师团 或许有一些高层人物存在 所以他们决定用这个机会来去趁着用Net 等于是某个程度上让Net当代最高羊来去打这场所谓罢免战 其实我们也很清楚 在绿营执政 在不是绿营执政的县市都极有可能会变成罢免的对象 包括新北包括基隆包括台中 所以我会认为说Net你既然自己 既然Net主副服装公司你也是受害者 那其实你不需要道歉 应该要的是你应该跟大日之间的关系好好讲清楚 然后跟前市府为什么他们可以让你多用六年的原因好好讲清楚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林沛想希望大家可以缓一缓不要罢免来罢免去 我觉得大家可以缓一缓不要罢免来罢免去 毕竟来讲不管是市长还是议员 大家都是很辛苦透过民意的机制来选出来的 大家可以缓一缓 但是我会认为说一天到晚就罢免人 然后反罢免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个必要 大家好好做自己的工作 把这个城市做好 把这个国家治理好 我觉得这才是长久之道 至于是说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博取声量 博取久了 难免会迎合自分 林沛想也认为如果有适合的中间人化解这项纷争最好 不过也表示目前朝野两方面互信基础并不够 或许在这边有一些中间人可以调进来说 OK 其实市府跟这个在野党其实不需要这个样子 或需要人跳出来讲这些话 但是我不确定这个人会是谁 而我真的认为说 超吵闹闹对基隆的未来绝对没有帮助 那我是蛮希望说这个争议可以说尽量把它化解下来 不过我也知道互信技术很难取得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